你好,政治揭露 出街那天是7月31日 昨天7月30日 有兩件事,我想大家 我想在香港人來說 就覺得很過分 第一就是早上那一件事 大家都挺生氣的 就是很多這些 我們叫做蟑螂,黑衣的人 黑衣的人 他們真是一件蟑螂來的 就是社會的害蟲 他們去搞港鐵 令到頂領站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觀塘線 還有一個港島線 列車癱瘓,因為他們按了134的緊急按鈕 令到車子去殺停了 有很多人 一班車可能整個小時都開不了 都令到大家 十分之憤慨的 當然 我們看到香港 我也是當 跟大家 日記式去說說這些 我覺得 就是看到 因為 很多 很多香港人問 關港鐵什麼事呢 就算是元朗那件事 喂 港鐵的車是有東西的 港鐵說 所以他就清黑的 那一刻來講 但是你現在就 我看到尹兆堅 林卓廷這些 就煞有介事 走去就 搖廣鐵 就說要港鐵承認責任 要賠錢 但是其實 我在想 喂 你林卓廷為什麼你會 去挑釁白衣服呢 喂 其實你挑釁白衣服 最後 最後你是尋釁滋事 如果在大陸角度來講 就算是說一句 你都是以一個議員來講 麻煩你自己辭職吧 你品格不行 我看到那幫人 在 撞一個叫做不合作運動 我想令到香港 數以十萬計的居民 都是在上班時間裏面 遇到這些交通的障礙 很憤怒 我覺得很有趣 當然大家在想 喂 他們是不是收共產黨錢呢 因為他們的行為是幫政府的 令到那些黃絲 令到那些泛民的議員 是走了很多票的 這樣 是嗎 當然 我就不會這樣看的 不會亂用陰謀論 因為我會發覺 那幫人在宣傳8月5日的罷工 我覺得這些都是他們有很多人 我看到都不是每個人都是學生 有很多是一些成年人來的 那就跟那些普通的乘客 就很憤怒去推推 那如果我以我的估計來說 他們是有錢收的 都是美國數以十億或者二十億港元的一些 亂港基金裡面 都可以收錢的 有些人 那當然有些年輕人就說 喂 他們收錢之餘 有得發洩 可以滿足私慾 對吧 我們香港就死在這些 這些人的私慾之中 你們要求的所謂的民主 這樣搞破壞 這樣 嗯 看到是 很 就是 你說 心痛的感覺又過去了 因為開始習慣 就是 只能看到就是 嗯 這個過程裡面 我估計 他們是想造勢 是啊 想造勢 就是說 接下來的罷工 應該有一些重要的機構 裡面的工會 答應了 會加入罷工 我想那個罷工的聲勢 不會差了 所以在罷工之前 找這些混蛋騷擾香港市民 告訴你 有罷工 我給你一些先生 我記得6月9日遊行之前 有人向 去 去 去了那個 灣仔 政府 警察總部 扔汽油彈 我覺得這些都是 美國佬做事的一些先聲來的 我看到華春瑩 華春瑩 北京那邊的 外交部的發言人 都直接說 這些是美國的作品來的 現在呢 香港可以說 這些 很滋擾性的行為 不會有一個 即 不 不可能是共產黨給錢的 如果你是這樣屈 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每一次 呃 如果你遇到黃絲 可能想賴的時候 就會說 是啊共產黨給錢買的 對自己不利的時候 就賴咯 其實 那些事情多數都是他們自己真的做 這樣 另外我記得 今早呢 我看到 有線 有線報道新聞的時候 沒有線比較平衡 但其實這個平衡也不對 其實絕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很討厭他們的行為 那你訪問兩個香港人 罵他們這些行為 你才訪問一個呢 贊成呢 我覺得那個 平衡才是合理一些 但是無線通常都是一個 一個贊成 一個反對 這樣 我贊成那個人 我是年輕女兒來的 那我想問 你這麼贊成 那為什麼你不參與暴動呢 你贊成他 在騷擾其他人的生活 然後你替他們說話 政府不回應你的訴求 那我想問 你們要港獨怎麼回應啊 這個訴求 你要林鄭下台 跟著想奪權 怎麼回應你啊 神經病 那另一件我覺得 更加值得說 和離譜的 就是 晚上呢 在葵涌 我經常都聽 這幾個月的暴動裡面 你經常聽旺角 聽元朗 屯門都好像搞過 上水 沙田 那終於呢 好像東九龍 都現在 港鐵的問題在聊天 又出事了 終於去到 葵涌 葵涌的警處 就是因為有一些 在西環那邊 去暴動的時候 這次有49個人 我相信有部分人 就是 被拘捕了之後 在葵涌李宗 應該不是49個都在那裡 那今晚 7月30日晚 就大約有幾百個 我相信是幾百個 的 我直接說都是暴徒的 就要聲援這些暴徒 我見到好像我肉眼所見 我見到港大的教授 何色營都站在那裡 那就是說呢 香港呢 這些的教育界呢 都支持暴徒了 那也都在 在警署門口呢 就要接放學 接這些的暴徒去保釋 那 跟著呢 他們呢 過程裡面呢 跟警方呢 都有一些衝突 甚至是某些微型的打鬥 就是他們拿東西扔警察 警察又拿防暴裝備去隔走 雖然那個規模不是那麼大 我見到呢 夜晚一點都仍然有 過百人還站在那裡 就是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小的騷亂 那但是其實我會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非法集劫來的 但是警方呢 其實我覺得都 呃 頗為隱讓一下 但是我覺得現在香港社會 其實我們都很明白的 法律上面 有時候有一些刑罰 我們希望這個刑罰 有一定的阻嚇性 阻嚇性意思就是說 令到那些犯事者 遇到那些犯事者 會有一定的懲罰 譬如說 我殺人 就要終身監禁 我強姦就坐十年二十年 如果我去 襲警可能我坐三五年 你明白嗎 就是一個刑罰 為什麼要不同的罪 有不同的刑罰 是因為要有阻嚇性的嘛 是不是 如果有幾百人去聲門暴徒 警方其實不可以 縱容這些事情 警方應該就是 我覺得出多些防暴警察 把包圍的人 全部拘捕 因為他們 包圍的人這麼夠僵嘛 指著警察說是黑社會嘛 你們不是黑社會嗎? 那現在你們在這裡非法集見 因為這個是沒有申請的聚會 當然有人會抽情我 你2014年 2015年的時候 你做黃絲的時候 你試過做咪手呢 都包圍警署 我承認啊 我試過兩次 我承認啊 那當時呢 我認為呢 那些被拘捕的人呢 的武力不是那麼嚴重而已 那但是去到 去到現在 四年之後 現在那些是暴徒 你聲門去的人 是認同暴徒 就說那些是黑警 但是問題現在 在中環那些是搜到降珠 搜到弓箭 是真是暴徒來的嘛 你不可以說警察在元朗上面 所謂包庇了那些白衣人 我也不認同啊 因為 7月21號元朗 我再說一次 你們同時是進攻中原辦的 警力不夠是正常的 就是你們不可以 這樣去說歪理嘛 你們現在做的行為 就是你擺明就是 我找人 我現在就說 有一些暴徒被捕了 我去聲門他 有警察放他之餘 有警察呢 我看到呢 我就搞他 扔他 侮辱他 就是香港呢 侮辱警罪 就是令到香港呢 很多時候就是說 就是香港很多法律是天殘地缺 英國佬 臨走的時候 將很多法律都 就是他們那些 就是一些的 管理社會治安的法律呢 cancel了 跟著加一個人權法 是令到警方執法很困難 其實在美國呢 我看到那些警察隨時拿槍殺人 是不是 當然我不贊成美國是這樣 但是美國呢 我相信呢 是侮辱警的 因為警察覺得你 對他身邊有威脅 一槍八四 美國的警察是超級粗暴的 因為 美國的人都很粗暴 又有校園槍擊案 又 不知道 有個食品節 就無端端有人拿槍 就弄死幾件 這樣 美國的國家這麼恐怖呢 治亂勢呢 用重點了 而香港的問題就是說 警察 被人家 侮辱 不可以即時抓人 又不可以拔人口罩 什麼都不可以拔你口罩 就說沒有人權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香港現在這個社會 就是有很多泛民或者英國人 報了個局 令警察什麼都做不到 我覺得應該要改變的 這些事情 不管怎樣都好 我還沒看到 他們完全散了 但是我錄那一刻 他們應該走了絕大部分 尾班車都應該開走了 那他們還要磨在警署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些人 我覺得警方應該出大一點的警力 一次過拘捕他們 就是我覺得 跟著記低 因為他們聲門暴徒嘛 為什麼不記低他們身份證呢 就是現在這些人 聲門暴徒 包圍警署 跟著當中看到警察動手動腳 警察要用胡椒噴霧 我覺得這些都 是 是我以前 不是我認識的香港 就是 唉算了 就是我 就是 見到這樣 很想平一下 但是又可以說什麼呢 就是你看香港是 真是死了 就是現在這些暴徒 暴民 他們除了收錢之外 他們情緒啊 他們的智慧啊 仍然相信 他們是對的 就是那種呢 好像中了邪教 跟著是非不分 跟著那個腦子就是說 就是去殺人放火 去做破壞的社會 破壞了地鐵的平安 跟著 令到別人上班還覺得自己對 那這些 那這些 這些根本是一種邪教來的 是中了邪教的人才會有這樣的信念的 那 就是 當然像文革啦 也都像 這個 伊斯蘭國啦 美國是一個專門散播邪教的國家 我才可以說 就是我看到香港 被邪教 又或者 我剛剛看漫畫就好像 香港是被好像 黃金之聯 被黃金賊去破壞 很多人都形容他們是黃絲就是黃金賊 我想現在香港是 真是邪教當道 肥佬黎和他們那群暴徒 就是一群邪教 他們扯美國旗呢 不覺得羞恥 還要覺得自己很對 他們所謂搞的港獨 不是真的港獨 他們想建立一個美國的附庸國 在中國境內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卑鄙的 你都不是真正 爭取到香港獨立 如果香港真的是香港獨立 我還可以尊敬你一點 但不是嘛 你爭取香港成為美國的附庸國嘛 這件事是你們最無恥的地方嘛 先說這麼多